两阀都掉入篮筐 现在8比12 他们还有的追 上海上石 步骤到左侧 在中间的手机手 挡开给到投篮空间 超远的三分没有命中 MAD 再给出来 还是给到自己球队的空位手上 迪安这一下 降速 找到投篮机会没有投中 再找到MAD 外线 三分没中 再拿一次篮板 冲踢 还是不中 连着三次的抢枪断 来自迪安 篮下 还是要自己来 加油 来 掌声鼓励 王大学 他们追到了两分 加油 还有两分的差距 上海上石 比赛还有一分40秒 可以玩之后上体的掩护 再找到湖顶 再赶突破 反规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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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的突破造成了反规 可以拿到两次罚球 黑队犯规 白的罚两次 准备 准备 直线往上走 凌星身高202公分 体重90公斤 现年20岁 2018年全国优势务的第一名 2018年入选青少年组国家集训队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怎么会是 他们身体压力太大了 我估计真的是个新人 他们也是在打小球 或者过来打大球 其实也会不适应 就跟我之前也是 最后一次 一次 迪尔凡命中 现在比分 莫尔本大学10比13 落后三分 拉空一侧给到迪尔 看看迪尔在寻找队友 4秒 3秒 2 1 又是迪尔 在篮下拿到篮板 两分打击 还有一分 三号迪尔的灵动鸡饼 帮助球队在篮下再取两分 一分 一分 这个时候上海上蚀实在有点大意 刘恒义 手提手给掩护 再往里拆 给出来非常清晰 外线能否投进 投给了摄像 没事 来 掌声鼓励一下 当然掌声给到莫尔本大学 那么能不能通过这次来实现反超 对上上海上蚀本身就很不容易 但他们现在咬住比分 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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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 刘恒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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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义在篮下做出防守表率 马上要拿球 大打小 但他想太多了 迪尔把球给断到外线 迪尔今天并没有投进过任何一个三分 而这边来也没有投中 吴尔小心 暂停 来吧 各位 继续掌声给到零星 我觉得打一个突破一 打一个突破一 现在还有43秒 然后他们一次进攻是14秒 对 我觉得我们要快打一个 然后防一个 再打一个 就是我们打两次 OK because we still have 43 seconds right so we want to have like two possession right so do do a quick one in 10 seconds right and then when you when you scream him you have to go in you don't wait there you go in yeah yeah so he can pass the ball to you so right 小宗 3 1 2 3 sill go sill sill 他现在哈 他就一个一个战术 这二二位在这 3 5在这 他得挡拆 就在这挡拆 的路死谁手 我们还不清楚 墨尔本大学握有筹拳 他们虽然落后一分 看看这次暂停之后 如何回应 地亚观察这下限制传球路线 这次暂停 哦 哦 哦 转身之后 上下不打中 反超了 上海上十在本场比赛 现在应该第一次落后 时间 还有2 1 出手 没有命中 老板球 点给了迪亚 好 观察时间 如果这个耗玩 还有 慢 6秒左右的 7秒时间给到对方 李秘伦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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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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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秒时间 迪亚在关键时刻冲击篮框 拿到了两分的得分 并且还有一次罚球 1 先来看看 还有5秒 4 3 2 1 时间到 3 刚关职雷神 恭喜 墨尔本大学 拿到胜利 他们战胜的 可是上海上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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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迪亚的个人实力 毋庸置疑 而且他才19岁 面对这些职业三分三的球员 丝毫不逊色 而且有点战上风的感觉 就是 能投能突 地汉的个人能力 可能是他们三个最好的 地汉他真的给到大家惊喜了 但是他的队友要提升 让他们这个队就有机会 因为我们不懂的规则 我们不懂得懂 我认为明李 已经比较三分三 但是我和他 这次是我们的第一次 但是我们一起来 聊到一起 我觉得我们真的联系了 我们的团队 我认为我们的团队 如果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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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 我认为我们的团队 我认为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能比较 我们的团队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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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 我说太多了 你说说是你的机会 你就投 投不进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投篮太铁了 我们队伍的 数字数机会 用料太多了 就是到比赛中期的时候 我也想跟他们说 让他就是掐死他的右手 但是布置完之后 可能大家的思想 还不是很统一 沟通不太到位的时候 还是用自己的习惯去防守了 打得太教条了 你知道 就要他们训练的那么大 对 是吧 但我也有感觉 他们有点轻敌了 这一组其实就是一个爆冷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感觉 墨尔本大学还是很好的 给上海上师上了一课吧 上海上师的学费 我觉得交得很值得 上海上师一定要自己检讨一下 因为你说你看 迪杨其实在他灌了两球之后 我开始专注地在看他打球 我没想到全场竟然 基本上是靠他一个人 最后拿下胜利 基本上刚才就被他打爆了 就可能太自信也会太过于放松 有一些那些挡拆啊补防 这超基本的 然后都没有做到 我就觉得有点夸张 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我 我受伤了没擅长 所以我全责 我背锅 你要这么说的话 主要责任在我 我的教练被布置好 我之前来中国 我没想到什么想到 中国的球员 但你先听到这里 中国的球员有最快的球员 所以他们比较好 所以对 迪杨有没有可能 想要起一个中国名 迪杨 Sweetie boy Sweetie boy 就是他的名字叫迪杨 然后音译过来就是迪杨 他觉得就像他本身一样 很喜欢出汗 他喜欢这个玩法 厉害 原来是这个意思 厉害